三人牵手高喊动算 韩江沛代表国民党角逐立院龙头拍板定案 傅昆奇宣布退让 总统大选后蓝军有没有整合检讨再团结 就看国民党能否打响国会第一掌 我们国民党正式宣誓 韩国瑜成为我们国民党立委提名同志 江启臣同志成为我们副院长的提名同志 此时此刻国民党绝对只有一条路 就是团结 国瑜院长是大家一致公认 最有战斗力最有行动力的一位院长 我们全力的支持 未来国民党的重大政策 如果透过立法院就是亲美合中 我们不可能像民进党一样亲美仇中 目前立院总席次共113席 蓝英国会最大党拿下52席 如果五党籍的高金素媒以及陈超明可能挺蓝 蓝军基本盘有54票 民进党则有51票 民进党内传出如果以执政资源 在国民党内抢个两票不困难 高姿态的民众党提出四条件 等两党上门求票表态 2月1号立法院开议 蓝绿摩拳擦掌 看谁能抢下立院贪投保 记者张正明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